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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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月当中什么都可能会发生 变化太大 但是这个3.5顺手就可以拿到 甚至可能要万一积费加完了以后 万一过几天利息又波动 经济又是极其不好的话 3.3项目有可能可以拿得到 好 然后7.1 arm呢 现在最低可以拿到2.875 5.1 arm呢 可以最低还是可以拿到2.625的 都是no point no fee可以做出来的 好 我们再讲一下super jumbo loan 就是大贷款 大额贷款 一直到200万的贷款 对 这个贷款是这样子 大额贷款今天是我们讲的一个小重点之一 这个贷款呢 原来我就记得每次讲的时候 一讲到30年我就说不要做不要做 因为那30年利息太高了 但是现在好 我要大额贷款 我现在要极力推30年了 你说你怎么会变化那么快 我说不是我是变色龙 是因为什么呢 做贷款我永远主张 就是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 要坚持一种游击站的打法 这段时间30年不好 我们不要做30年吧 我们先做个5年 做个7年的must payment少 先坚持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贷款都是动态动态的 然后如果要是一下子降下来的时候 我们因为你在这起码在5年7年当中 你比如说去年年初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那时候天下最刁专 Lender最近了 就他offer 5年的时候只做3.125 那么低 7年这么低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要做30年到5.25 你还记得当时我就极力推荐 这个时候最好的贷款是什么 一定要做不管是什么贷款 做5年做7年 原因是我都给你算笔账 算多少年打平 永远打不平 这种账我都算得清清楚 对 记得 但是现在对Super Jumbo Lung来说呢 我觉得30年估计已经非常漂亮了 你知道吗 现在最低能做到3.75了 No point no fee了 然后7年和5年 7年现在最低可以拿到3.0 5年最低可以拿到2.75 然后3年最低可以拿到2.6 10年我现在已经不很提倡了 因为10年3.625 而且时间拖两三个月才能做出来 不太有意思了 15年固定15年不停 到现在我都不愿意让你们做 原因是费门实在是太高了 3.375 好事和坏事在Super Jumbo Lung的市场 好事就是利息明显 比我上次来的时候讲的 首先30年固定大降了 首先还有呢 阿姆德罗利息也降了 坏事是 好事是该烂变严了 坏事是该烂变严了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 该烂有盐有不盐 盐的地方就是原来我曾经有个广告 很著名的广告 我说哇 贷款数额可以达到 Loan to Value 80% 贷款数额最多到150万 只要放20%的当 或者Loan to Value到80%都可以做 现在对不起 不行 阿姆德罗 如果超过100万以上的话 Loan to Value必须低于65% 如果要是假如说在100万以内的话 Loan to Value必须在75% 这是坏的地方的概念 变盐的地方 变松的地方 哇好 因为我们现在DTI 只要到45%就可以了 而且Property可以到10个以上 到10个 你的第一个Loan都可以做 还有最主要的是呢 如果你是Armed Loan 如果做Cashio Refinance的话 在100万之内利息都不太变的 所以Super Jump Loan 还有最后一个好消息 对 就是Fix Loan的好消息 首先我们的利息 30年固定啊 15年固定比以前讲大降了 而且还最主要的是Guide Line 它比如说 它Loan to Value可以到 像Armed Loan最多到65% 你超过100万以上 你就不能做就是Armed Loan了 但是Fix Loan 你可以到75% 在150万之内 你还可以做 还可以拿到天下最低的利息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对大弄来说 基本上坏消息 兜里都有钱啊 信用分又好啊 利息是王道 利息低是王道 别的都是小菜 这个重要 王道重要 OK 好 那Investment Property 就是投资物业呢 对 投资物业是这样 我们最多可以做到四个Unit 所以呢 我们现在讲的利息呢 一般都指的是一个Unit 所以 这个Program实在是很单一 第一 41万7的Conforming Loan做 Lander做 还有41万7到62万5之间的做 但是超过了62万5之间 62万5以上呢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个Lander 肯做Super Jumbo Loan的Investment Property Super Conforming呢 就是它的Program也很单一 只有30年固定和15年固定 就Normal Conforming也很单一 只有30年固定和15年固定 它倒是很简单的选择 对 因为在今年年初之前 就是在今年2月份以前 我经常还讲 5年的能做多少 30年做多少 所以今天每次当人跟我说 会面我要去买个Investment Property 我给我一个利息 我都说 我只能跟你这样 他说 不不不不 我只要个五年轻 我认为房价一高了 把它卖掉 我对不起你聪明 Lander也聪明 从今年2月份以后 所有的Lander都改了 因为天下最大子公司 就是大做Mortgage的一个母公司 Grandmother退出Mortgage市场以后 对不起 那所有的Lander呢 他们就只肯做30年和15年的了 30年固定 现在最低的one unit 可以做到3.625 no point no fee 这指的是 当然指的是refinance 如果是purchase 刚才我报的所有利息 都指refinance cover closing cost 在3000到3500左右的 如果是purchase又不一样 因为每个cundi还是不一样的 15年固定 15年付清 so far为止 我们最低还是可以做到 3.125 conforming loan的 蛮好的 非常好了 所以这两个 你随便做哪一个 我都觉得还可以 如果你收入很高 然后又不打算买很多房子 做15年固定不错 但是如果你收入不高 又打算买多买几个房子 那你bying power 如果做了15年固定的话 一下就降低了很多 所以做了30年固定